美国教师联合会AFT28日宣布 该工会已通过一项决议 授权地方和州的附属机构作为最后手段进行安全霸交 以保护学生、工会会员及其社区的健康 以其免受致命的传染性新冠病毒感染 早前,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指南争辩说 尽管一些州的新冠病毒病例激增 但学校与今年秋天重新开放没有问题 然而,一天之后拥有超过170万成员的AFT 对该决议进行了投票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联邦教育部长等 也一直在敦促学校重新开放 对此,AFT批评他们无视科学 并指责是联邦政府故意否认和缺乏国家计划 导致了美国目前的经济和健康灾难 美联储7月29日发布声明 再次重申美联储的鸽派立场 将保持联邦基准利率在0.00%至0.25%保持不变 直到确信经济已经度过了最近的危机 并有望实现其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时 该利率都会保持不变 7月29日中午 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 苹果CEO蒂姆·库克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和谷歌姆公司Alphabet掌门桑达尔PX1通过视频会议 首次在同一天接受美国国会议员的质询 调查其市场主导地位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 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的调查已持续一年 期间从这些公司及其竞争对手处收集了130万份文件 包括这些管理层自己的电子邮件 除了反垄断制以外 这几位科技巨头掌门人还将回应和网络言论监管 新冠疫情应对有关的政治提问 美国防长埃斯珀29日表示 美国将从德国撤走约1.2万名士兵 其中6400人将直接撤回美国 其余5400人将被派遣至欧洲其他国家 埃斯珀称 驻德美军将从约3.6万人降至2.4万人 此举是为了强化北约组织和遏制俄罗斯 美媒称五角大楼的这一举措 是美德关系极具恶化的象征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曾表示 车军理由是德国未能达到北约的国防支出目标 他还指责德国在贸易的问题上占美国便宜 而本月早些时候 德国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对于美国的车军计划表示遗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说 经协商世界卫生组织两名专家 已于7月中旬来华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科学合作预备性磋商 隔离期间 世卫组织专家与中方专家多次举行视频会议 双方就全球科学界在新冠病毒人群 环境 分子 动物溯源 以及传播途径等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进展 和下一步科研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大连7月29日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最新进展和防控措施等情况 大连市卫健委副主任赵连通报 暂停全市范围内 部分空间相对密闭 容易形成较长时间人员逗留 聚集和密切接触的 影剧院 棋牌室 游艺厅 书店 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美术馆 校外培训机构 社区活动场所 网吧 舞厅 酒吧 KTV 公共浴室 养生按摩店 美容院 彩票室 体育馆 游泳馆 室内景区等经营性场所经营 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缩小网格管理 坚决堵住漏洞 防止疫情的反弹